最新消息!不等那么久了!就在今天!土团党将在党代表大会上,表明对敦马成首相人选的坚定支持。 吉隆坡29日训,希望联盟首相人选沸沸扬扬,土著团结党将在明天举行的首个党代表大会上,廖江表明对土著团结党会长敦马哈迪成为首相人选的坚定支持。 土著团结党将在明天,12月30日,召开首次全国代表大会,预料会有1200名全国代表出席。 由于这也是大选前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,因此与大选相关的课题将成为聚焦。 土著团结党宣传主任拿督卡马鲁丁表示,该党会长马哈迪将在代表大会上发表重要演讲,内容包括第十四届大选、经济问题等。 他说,虽然是首次举办代表大会,但是筹备工作一切顺利,而土著团结党作为希望联盟的一员,也邀请了其他盟党的重要领袖出席代表大会。 不可能等蓝眼表态。 对于各方关注的希望联盟首相人选问题,卡马鲁丁称,土著团结党将会表达对马哈迪的支持,毕竟在希望联盟领袖中,他曾经管理国家,具有丰富政治经验,对大马经济有深入了解,是最有能力的人选。 他说,诚信党和行动党接受马哈迪为希望联盟首相人选。 公正党方面有一些阻力,这是公正党内部的问题,所以留给他们自己去解决,但是不可能永远等下去,因为在国会接散前就要有所宣布。 赶开会免无法上阵。 土著团结党的代表大会也可说是该在最后时刻召开,早前社团注册局总监苏拉雅蒂称,成军超过一年的土团党迟迟为召开全国代表大会,抵触了1966年社团注册法令,也违反土著团结党章。 根据党章,土团党必须每年举办一次大会,如果土团党无法在今年召开全国代表大会,或无法在第14届大选中上阵。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,土团党副主席拿督穆克里兹在12月22日宣布,该党将在12月30日举行全国代表大会,地点为沙阿南IDCC会长中心。 至于土团党青年团和妇女组不会举办各自的代表大会,因两者都是于今年才注册。 马上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